主席有請次長 王次長 王委員長 次長早 首先我先問一下 次長 你應該有過去常有經驗參加研討會 或是舉辦研討會的經驗 那你認為說辦研討會的這個目的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課題 然後也是現在大家所討論的一些課題 可以透過研討會 包括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共同來 可能是最重要是大家能夠營造一個共識 對某些課題有一些共識 好 那我們如果說為了讓這個研討會 的這個進行更有效率以及有效果 那基本上我們從事前我們的資料的準備 那到市中會議當中的一些記錄 那以及事後的檢討 這些都應該是要做的嗎 沒錯 好 那我就要問到說 4月25 航港局辦了一個 新南下政策與我國海運發展的研討會 那這一個部分呢 也在網路上面公開的接受民眾的一個報名 那我們覺得這主題也不錯 這題綱也蠻不錯的 讓大家覺得有點興趣 好 那我們辦公室呢 就跟航港局去索取的一些資料 想要來了解一下 這一個研討會他舉辦的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好 結果齁 什麼資料都沒有 齁 給了我們一篇500個字的新聞稿 兩張照片 那最後呢補了一個會議結論給我 來這個會議結論長這個樣子次長 我想你可能沒有看過 這個會議結論給我兩點 那這兩點我唸一下給這個市長聽 看你覺得這樣合不合格 這個結論叫做 鑒於我國製造業已轉向東南亞國家設廠 航商航線布局均依貨源調整 故我國海運產業於南向國家依存度已逐年提高 好這是第一個 來第二點的結論是 我國未來前進東南亞地區之航運市場具有潛力 應可持續觀察航運產業或物流產業可能之部署 好這兩個 來部長你覺得幾不幾個啊 結論喔 應該是太簡單了一點 太簡單 如果一個大聯討會應該 有一些更重要更具體的結論 好 那剛剛謝先生也跟我提到他們會再補充 好來 這個我看到這種東西喔 這兩點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這不用開研討會 大家也可以知道的 這兩個方向嘛 那你開了一個研討會之後 那我們這個民意機關監督政府部門 我們來跟你們要了之後 就臨時做了這樣的兩個結論給我啦 那我會想說 我想次長你應該之前有看到一個資料叫做這個 明代他去國外考察 然後回來這個考察報告寫個要求讚 那這樣給我們的一個會議結論喔 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啊 那你扛號蕩蕩的辦了一個研討會 結果你給我們這樣會議結論 那一個沒有意義的會議結論 那我不曉得辦這個研討會是要幹嘛喔 那我想這樣的一個狀況喔 我們我們不是為了要辦研討會而辦研討會 而是實際上你從開始過程到會後 都要有一些實質的東西產出 這才是有一個有意義的一個研討會 所以這一場研討會 他說喔他這一場研討會是要 共商海運南向佈局策略 那以鞏固我國在國際海運的這個樞紐地位 那進行前瞻的研討及深度的交流來 來 局長給你一分鐘 你簡單的說明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建議跟結論 我覺得最主要是要先了解這個 新南向各國家它整個海運的政策 所以我們在作談會裡面 是針對各國家對於海運的優惠 這個方面先做一個這個通盤的了解 事實上現在我們現在各行商 已經也有部分到這個新南向去投資 那我們也請這些行商就他們的這個 投資的這個心得 提出他們的想法 那我們也邀請一些專家學者 對於這個新南向的這個契機的部分 也提供一些好的想法 所以事實上當天啊 我們一共有三篇很精彩的報告 而且這個與會的這個這個這個 一些參與的這個貴賓 都有非常豐富的一些回饋的意見 我想這個資料我們會再來準備提供給委員 好 來我想喔 因為這之前喔 我們辦公室跟你們要的時候 一直說這資料沒辦法給啦 然後有什麼樣的問題啊 然後我們就想說 為什麼這些資料不能給 那到底有什麼樣的機密性喔 我想這是公開的研討會 那公開的研討會 我想這應該是沒有什麼機密性的問題喔 那所以我想喔 這一件事情我只是再次提醒啦 因為實際上面 我們都希望說所有的這個研討會 都是有意義的 我們真的不要為了開會而開會啦 那你們所說的就是 真的很精彩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當我們在監督的時候 我們跟你們要的時候 你們要拿得出來 不然就是你們講的 誰能夠去證實這到底有沒有意義 然後這實際上 對於我們未來有什麼樣的貢獻 到底有沒有前瞻 這件事情 大家沒有辦法去驗證啦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監督喔 所以這一個再次提醒 那再來 次長我想問一下喔 不管是我們現在 整體的海運的發展 或是未來這個郵輪觀光的一個發展 其實東南亞都是非常重要的喔 那在2月份的時候 行政院的院會喔 也通過你們交通部所提出的 這個台灣郵輪產業化發展策略 這個報告 那時候院長也有才是嘛 那他有才是說 其實這個亞洲的這個郵輪市場 一直在成長當中 那我國應該要 針對這個郵輪產業的未來的發展 要有更明確的這策略目標 那尤其是說 怎麼樣透過城市的一個特色 那跟這個船公司的 可以充分的合作 那去促進這個Fly Cruise的 旅客數的一個成長 那這部分我想要請問喔 目前交通部的這個策略目標 到底是什麼 我跟宏妍報告齁 這個就是 我們目前現在一年到台灣來的 船大概500艘 那我們現在希望說 今年會到600艘 然後我們人過去都大概 80萬左右在排回 我們希望說 有100萬的國外搭船到台灣來 那目前大概有幾個齁 在公共局的部分 他有一些獎勵措施 就是說 如果是這個郵輪進來 你按照你第一次來 或是 來的時候停了幾個港 或是停留時間 他有一些獎勵的一個措施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在 台灣的幾個港裡面 我們就希望從 比如說 基隆跟高雄是用母港的方式 那其他的港是跨高港的方式 所以我們在一些郵輪的停航設施 也花了很多利器 比如說 高雄的這個 它的這個港戶的 這一個大樓 大概在2019就完成 那在基隆港的部分 它的 西二到西三的那個水域的 就是把它挖得更深 讓大型的進來 也在進去 在2018會完成 那其他地區事實上 各縣市包括台中 他現在也希望說來發展 這方面的這個業務 然後他還把台中港有一些 休閒的這些港的部分 他們也在發展 然後把城市的特色 跟它把它轉起來 所以等於說 除了我們航港局以外 就是觀光局 整個都把它投入在這個 這個部分 那所以其實是 有心要做這塊的發展 對 好那我就要問到 剛剛講說 除了基隆跟高雄這個母港之外 這個靠掛港 這個部分 台中跟花蓮 其實衰退非常多 那尤其是台中 在104年 一年還有68艘船 那去年呢 105年只剩下10艘 現在到今年 大概只有兩艘升起 那我想要問的是說 現在這個對策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們過去可能 台中港這部分 可能靠的是這個 中國的遊客 他們過來 那現在這個中國遊客 不來之後 那交通部就沒轍了嗎 接下來要怎麼辦 也不會 就是說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的 亞洲的郵輪有幾個 一個是東北亞 東南亞跟大陸 那當然就是東北亞 東南亞這些 航線可能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然後現在就是說 有兩家 就是立新 立新郵輪跟公主郵輪 他現在 在我們台北跟 基隆跟高雄在做母港 我們也希望說他發展 就是一站多港 多靠 這什麼是 掛靠是嗎 掛靠的 一層多港 一層多港的方式 所以事實上 然後我剛剛 洪偉報告 105年是 台灣在郵輪是衰退了一年 所以我想說 在這個 這個是 可能是整個 這個 包括全球景氣跟 跟剛才談到路客這個因素 但是在106 我們剛才談到 從3月開始 對於 停靠的這些優惠等等 我們在觀光局 還有我們的航空局 也都在努力中 我們希望說台中 雖然是 北跟 台中部分 我們事實上也看好 就是中 台灣的這個 觀光資源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事實上 上次的這個 亞洲郵輪到台灣 就在台中開 去年嘛 在台灣開 所以我們希望說 台中也慢慢起來 然後把整個這個 北中南這樣 還有東部 都把它串起來這樣 好我想 市長你講的是一個很美好的願景 但是 現在我們又聽說 這個台中港 這個 山景outlet 這個可能會 延後的問題 然後 本來說這個案子 本來預計 五月會取得執照 那七月會動工 明年的年底會完工 然後 那現在一直謠傳 說這個 可能會延期 那投資也會縮水 那這部分有沒有這回事 還是謠傳 請那個 趕快問吳董事長 跟您報告一下 後委喔 目前這個 山景的outlet 它的進度都正常了 並沒有外傳的這個有延誤 那事實上 台中市政府昨天也發表了新聞稿 那相關的這個 申請大概今年七月份 八月份就可以來 開始動工 那也沒有所謂的這個 投資縮水的部分 那當然有一些 內部的設施 可能會做一些 因應這個未來需要 做一些調整的部分 那目前 整個來說是沒有縮水的狀況 是 所以你們今天是證實 是沒有這件事嗎 所以 所有的發展還是會 如其進行啊 沒錯吧 好 我想喔 台中跟高雄 這兩個 海港城市喔 其實是有得天圖後的一些 觀光的一些條件 那其實 像行政院所建議的喔 這個Fly Cruz的 這個旅客數要成長 這件事情 我想 是未來我想交通部 要把它放成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目標啦 因為你們現在的目標 應該是要從去年的2萬人 要成長到2.5萬人 我們之前查到的一個 數據是這樣 但是 台中嗎 呃 這Fly Cruz的這個旅客數 對 那如果說 這樣的一個人次啊 跟我們一年所吸引到的 國外旅客 我們要1000萬 的這樣的一個人次來講 其實他還是很少嘛 比例還是很低 那所以這部分喔 我也是希望說 呃 這個交通部要 這一塊真的有所作為啦 因為我想 去年 台中的這個 海港的這個部分的一個衰退喔 其實是我們不 不樂意去看到的啦 那發展台中觀光 我們也都一直很希望 交通部能夠多 多努力一些啦 所以今天特別提出來這些問題 那也請交通部要繼續加油 好我們努力 我們來努力喔謝謝 謝謝 謝謝翁委員